一月八號開始 韋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歡迎回到NBA Today 看完了金塊小學堂之後 關心他們今天跟溜瑪的交手 衛冕軍在第三節 砍了三十九分 擴大十二分領先 好 再加上小蟲 Nikola Jukic 三十分 十三籃板十助攻 大三連的發揮 中場金塊一百一十四比一百零九 搶下三連勝 明天當溜瑪主場 一戰單佛金塊 衛冕軍瞄準三連勝 開賽藍劍俠主場Murray 先秀一手反手上籃好球 他單截十二分 快速暖擊 定數亮點看的是新同學 Pascal Sia Khan 連續後仰出手命中 單截也有十分近仗 在DJ溜瑪二十九比二十八 稍正上風 進入第二節 畫面看到精快的雙劍客 下一波藍劍俠轉身打板 有點難度 兩分 還是收進口袋 無奈兩人畫面雖然夠帥 半場的比分五十四比六十 但佛大軍還是出落後 要想辦法振作才行 經過中場休息之後 流馬希望打鐵趁熱 擴大雙位數的優勢 結果Sia Khan挑戰籃框 沒有買到犯規 回頭精快 KCP投進三分 期待流馬總加Rick Colant 怒嗆裁判 連續零到兩個競速犯規 被趕出場 只能寄望球員打起精神 幫教練討回籃 中風Mouse Turner 第三節單截砍十一分 是最稱職的代表 不過精快陣營 也沒有錯過良機 Yoke帶領球隊單截三十九比十九 攻勢 一舉彌補前面的落後分數 更帶著雙位數十二分的領先 進入決勝節 第一主流馬 展現不放棄的拚勁 這陣團隊六人得分上雙 攻勢多點開花 而儘快想要擺脫糾纏 最強大的武器不是別人 就是當家MVP小丑 這算三十一分 十三板石柱公 本季第十三次的大三元 Yoke連續的三分重砲 更是粉碎敵軍 追近的氣勢 Yoke全場三顆外線不多 但有兩球出現在決勝節 架勢連城 打配Murray這戰也砍了三十一分 雙槍幫助精快 中場一百一十四比一百零九 踢館成功擊敗溜馬 衛冕軍 還棄 打打開 打開 反而無人 Giokic 打開 D Murray 和 28 you know where he's played well i mean that's his first foul right there so now you got a whole half to kind of be that big 6-11 physical guy good pass and porter scores his first two of the games he was zero of six in that first day he's got those hands we got a point guard and he just kind of front you just a little bit of a back door yokich called well pope he'll get on the run slow rolls it and with the left hand he dumps it in with that fourth foul on jokic better job beating and hit 1 45 to go yokich trying to turn the corner does turn the corner got it back put it up it is turn my music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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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er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sure i do i'm from the streets where the hook swallow on me the follow on me there's someone that you can run to slalom and cops combing top to bottom they say that we are prone to violence but it's home sweet home looks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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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軍在前三節表現還不錯 有著九分領先 不過尼克在Zillis Randall 跟Jalen Bronson 和砍六十分的帶領之下 第四節拉出一波三十二比十八的反撲 中場尼克就五分之差 逆轉贏球 紐約內戰尼克大戰籃網 尼克近況極佳 近十一場九勝 籃網比較掙扎 近六場比賽只贏一場 比賽開始籃網隊的Kam Johnson 就火力全開 外頭內切樣樣都來 幫助籃網打出十六比十一的開局 首節這位NBA的高材生拿下十一分 占領後尼克加強防守 另外在Bronson的帶領之下 逐漸追上來 兩隊首節得分都不高 第一節打完籃網二十八比二十六領先 進入到第二節 籃網一樣先搶得先機 這球快傳給Klasik扣籃 得分三十五比三十一 尼克縱委喊暫停 本季尼克對五成勝率以下的球隊 是完美的十八勝零敗 所以這場真的大意不得 第二節兩隊得分又更低了 是一場防守大戰 前兩節打完尼克五十比四十九 壓過籃網 尼克布朗森跟Randal合得三十一分 籃網Briggs半場則是攻下十五分 依然在戰 籃網對上得分王 去年美國隊議員的Briggs 快速拿下八分 幫助籃網快速取得領先 也讓尼克教頭對防守始終不滿意 這節籃網大橋火力全開 單節他轟下了十八分 三年打完Briggs拿下三三分 幫助籃網以九分領先尼克 進入第四節 比賽來到第四節 前段尼克追進雙方緊插四分 晃籃網緊張喊暫停 接下來尼克再接再厲 在Brownson Randal的得分以及傳球串聯之下 尼克九十八比九七又壓了過去 也讓現場的尼克迷相當興奮 來到最後時刻 先看Randal的快攻灌籃一百零三比一百零一 今天紅茶哥拿下三十分九籃板相當全面 大頭森Brownson也有拿下三十分 然後接下來Josh Howe衝進去 對抗之後拉竿得分 這是他今天唯一的一個進球 但價值連成一百零五比一百零一 而最後尼克也守住籃網的最後一擊 中場尼克一百零八比一百零三逆轉 擊敗籃網 籃網又在第四節崩盤 被尼克打出三十二比十八的攻勢 虎頭蛇尾又被逆轉 Bridges拿下三十六分 好 尼克搶下了四連勝 他們要討論的是後面的追兵熱活 可是虎視眈眈 沒錯 而他們最近是跟黃蜂打成了交易 不過據說他們的主帥 Eric Sposa 還是有其他的困擾 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關心 NBA官方真的是很會安排 讓兩大城市的四支球隊進行內鬥 分別是洛杉磯的胡人強碰快艇 還有紐約的尼克對決籃網 身為全美第一大城 大蘋果有兩支球隊 那也是理所當然 尤其尼克在客場 克服雙位數的落後 決勝節掀起三十二比十八的猛攻 以一百零八比一百零三 撿破籃網 也告訴球迷 我才是紐約的大當家 我們沒有人被關心 全國人被關心 我們被關心 這頓發尋滿多了 前陣子殷傷休兵兩場的Jalen 布朗森復出之後打出殺神般的表現 今天貢獻三十分四出攻 已經連續四場比賽 轟破三十大關 加上禁區漢將Julius Randall 也有三十分九籃板七出攻 雙星分進合集 帶領尼克好取四連勝 目前占居東區第五 領先熱火二點五場勝差 只不過尼克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不只是因為賽季才剛過一半而已 而是剛剛提到的邁阿密軍團 已經做出補強 把三十七歲的老將Kyle Laurie 加上一枚首輪樂透保護籤 送往戰機掙扎的黃蜂 換回替補得分手Terry Rosier 增添季後賽的本錢 身為交易案的主角 恐怖泰瑞本季場均有二十三點六分 四個籃板還有六點七助攻 要知道南灘軍團在板凳得分方面 以每場三十七分排名聯盟第十 是前段班的水準 有望在Rosier加盟之後更上層樓 也讓主帥Eric Spostra多了一名可用之兵 說到Spostra 他還有另外一個課題 需要煩惱 因為他同時是美國男籃代表隊的助理教練 今天公布二零二四巴黎奧運的四十億人大名單 包含了Bron James Kevin Durant還有Steven Curry 眾多巨星都名列其中 至於熱火的Jimmy Butter Ben Art Bio Tyler Hero還有Duncan Robinson 也都有機會在暑假披上美國隊球衣 讓球迷迫不及待 是夢幻隊達成奧運五連霸 還是繼2004年之後再度遭遇滑鐵盧